幻象2000戰機早上6點準時 從新竹空軍基地起飛 另外一架幻象爺緊鎮在後 沒一下子幻象2000降落花蓮 而C13洞運輸機 黑鷹直升機陸續抵達嘉山基地 另外F16V完成掛彈作業後 從滑行道轉入基地 14架ITF經國號戰機 飛抵台東制航基地 進行戰力保存 不止空軍上井發條 海軍也接獲指令 有航艦殺手支撐的 駝江級巡邏艦 塔江號 副江號 續江號 光流飛彈快艇 紧急從宜蘭蘇澳出港 而滿載排水量 達20000噸以上 海軍盾位最大的 油彈補擊艦 磐石艦 也前往機動位置移動 因應敵方可能的攻擊行動 才剛報道 馬上進行步槍裝備操作流程 每個步驟都得做到確實 為確保我國後備軍力 達到立即動員 立即作戰的目的 桃園後備旅也配合演習 進行動員叫招101人 就是國民的義務 是5天 算是7天 就平常心這樣子 面對中國加大對台的文攻武嚇 今年漢光不按照劇本操演 而是各部隊接到指令 才動作考驗的是當下的應變能力 以及如何使用戰術的合理性 全面實戰化 而國防部也爭獲解放軍的動作 在漢光演習前派出12架解放軍機擾台 其中一架還是無人機 從早上的8點42分開始 逆時針繞台 直到晚上9點39分才結束 另外還派出7艘解放軍艦 一艘公務船 一式對台進行征搜 總統賴清德 禮拜二將到花蓮市島空軍加山基地 禮拜三折到海軍左營基地 禮拜四是陸軍官渡指揮部 確保我國陸海空作戰能力 能在關鍵的時刻保家衛國 明璇壯島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